Hello 大家好 今天小竹就去找竹笋 请大家跟着小竹去找竹笋啦 小竹就带了刀带了包包 我们去找竹笋吧 希望今天会找到好多 好了 我们走 走这边 这边走 喂 我已经带这个包好大了 不知道你找不找 找到不到 大家这里小竹看到中国好大 我不知道中国怎么叫 我们越南叫刮偶 你们看 这里好大 小竹都拿不到 还有 这边还有 好大 哇 我身高不够 看到这里 我身高这里 还可以 加一个 哇 这个 为什么它这么 它的样子不对 平时要 没关系 那没关系 小竹来尝一下 吃一下给大家看 应该熟了吧 哇 那个肉啊 你会我来这里拆 打包 嗯 嗯 嗯嗯 掉下来 嗯 嗯嗯 好吃 好吃 好了 来到了 现在小竹就下去 下面下去这里 找竹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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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去 嗯 嗯 哪个路 这里有路吧 哇大家看这里有好多竹笋 这个竹子它长了非常多竹笋 下去下去小子再继续说 哇大家看好大的竹笋 大家这个竹笋我们想吃的话 要把它煮然后再炒 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可以好大好长 大家也就这样说 但是今天不拿这个 因为我看见这里 还有小竹笋想去拿那个甜的竹笋 我们就换位置来吧 拜拜 大家这里小竹前面 这个大家看 哇长起来好多胖胖的竹笋 小竹笋 但是它还小 所以今天小竹不拿 这个竹笋大家拿去泡辣椒 非常好吃 胖胖的 过几天小竹才来拿吧 现在小竹前面 大家今天小竹笋找的就是前面的竹笋 去这个路要小心 小心 哦 现在小竹就去竹笋里面 竹笋里面 下面 地上 哎呀 哇 好危险的 大家 哇 不是 哇 是 哇 我看到一栋好大 我知道 大家看 这个 这里有一棵竹笋 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已经高了 但是还能吃的 它有点高 但是还能吃 哇 你们看 太大了呀 这边 小竹还看到这里有两颗 这里里面 还有两颗竹笋 非常大 但是它小小 所以今天小竹不拿 小竹先拿那个大去吃 大家看 大家看 这竹笋非常大 超超大 一咬那个蚂蚁它咬我 我上去才能做 哎呀 现在小竹就拿去 开刀 我还没有自信的 我的刀法 我的刀法它不可以 我没有力 大家看 小竹散散 小竹 还不可以 咋办 哦 马尔 哇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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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回来了 三 五刀 五刀才拿回来 大家看 好长 好大 哇 大家 小竹已经拿一个 上来了 现在小竹 继续去这边 拿那个 黄黄胖胖的猪子 你们看 看见吗 走了 下去 有点难去 就是这个了 大家 太多蚂蚁了 哎呦喂 好啦 我就拉它出来吧 哇 拿到了 但是 蚂蚁咬我好多 哎呀 哇 哇 哇 这个是地狱啊 大家看 终于可以了 因为这个 它在摇护 因为这个竹笋是甜的 所以啊 好多蚂蚁 它喜欢 拿到这个竹笋 要好辛苦 之前我没想到要拿竹笋 所以我穿白色一副 然后我来到这里 我看到有很多 我就决定去拿了 白色也没关系 现在 这个是两颗竹笋 小猪拿到 现在小猪就把它去 一个 凉快的地方脱皮 哎呀 好重啊 这里 一干 好了 我的手 我流汗了 大家 大家看 两颗竹笋大不大 现在小猪就来脱皮 超超期待 脱皮了大家 这个皮好大 我们脱皮就是这个段它硬了 它不能吃 竹笋硬了不能吃 所以我们只要那个不硬 还有可以吃的 脱皮 大家看到这个黄色的吗 这个你们 这个可以吃 这是 它吃也好吃 我们就只拿这样 然后到这边它就可以了 哇 第一次小猪拿这样 超超级大的猪笋 谁呀 我又不知道 怎么说了 我做如果大家看到 不专业了 大家请 原谅我 这一看 他 那 就 是 把砧椒也放在一起 打一盐 把砧椒 把砧椒 再碰一下 把砧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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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黄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好了大家 小竹的手上是全部能吃的两颗竹笋的部分 大家看 而小竹的后面就是全部不能吃的竹笋 比较多 两颗非常大超级高的竹笋 拿来只有生下一点点这样的能吃 所以去找竹笋太累了 好嘞 好了 现在小竹就要把竹笋带回家 然后做吃了 这个竹笋特别的是它是甜的 它的味道是甜的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切小小 然后我们就炒 跟大蒜炒就非常好吃了 好嘞 我们就回家做饭吧 小竹今天的视频找竹笋已经结束了 谢谢大家 跟着小竹去找竹笋 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看小竹的视频 请大家给小竹一个点赞 加订阅和分享 拜拜大家 下次再见 大家 赞订阅和分享 小竹笋 就要这样大家看啊 慢慢切切小小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拿去炒 洗干净洗干净后拿去炒吧大家 就不用煮过了 今天小猪忙吧 所以没有时间拍那个段炒给大家看 所以啊 算了吧 一会小猪就去有事忙了 所以就跟大家下次再见咯